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申请人 我们的这个客户呢 在做移民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跟他谈这个中介费 这个都意义不大 意义都不大 而且呢人家是铁定要赚你的这个钱 铁定要赚你这个钱 不赚钱谁干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回答网友的提问 有网友呢 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啊 他问呢 就说是这个海外的项目方 是不是当地国家做移民的中介 或者这个海外移民的律师书所 然后呢 他又补充了这个问题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一般的移民项目 不都是根据政府的移民政策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项目方 那么项目方不是当地政府吗 他很困惑啊 那么我给他的回复呢 就是我说这个题目非常好啊 那么我呢 就想借这个题目啊 做一期视频 那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咱们就围绕着 那么项目方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展开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咱中国呢 他是有这个移民中介的 那么特别是什么呢 当我们玩这个朋友圈啊 玩这个这个知乎啊 上网 百度啊 或者说新闻头条 都会看到一些个铺天盖地的移民广告 那么这些广告呢 百分之九十啊 是移民中介发出的啊 百分之九十是移民中介发出的 那么大概呢 有百分之十是由项目方发出的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那么他中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啊 相互的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 那么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啊 正常来说的话呢 一般的项目 那么他呢 只存在移民局啊 中介和客户 那么更简单一点的话呢 那么就是移民局 客户啊 那么正常来说的话呢 你比方说是这个大部分的 呃 这个叫技术移民啊 大部分的技术移民啊 几乎全部的这个叫啊 亲属类的移民 他是不需要依赖中介的啊 他是不需要依赖中介的 为什么呢 那么技术移民里面呢 他有语言的要求啊 他有语言的要求 那么通常情况之下 你不管是雅思有多少 有四分五分 这个六分七分 那么你都是可以满足 那么自己寻找移民局信息啊 移民政策来这个申请移民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作为这个亲属类移民 就更不用说了啊 那么家里面呢 直接有人在国外 那么他们呢 会帮你处理这些个移民上的申请问题 啊 所以呢 很少用得到中介啊 很少用得到中介 那么但是呢 有没有存在 你像移民局啊 中介客户 这三者的这种关系的项目呢 是存在的 啊 是存在的 那么有很多个 对这个啊 技术移民不了解的啊 特别是技术移民不了解的 他都会去找中介啊 他都会去找中介 那么中介呢 基于之前的一些个经验 那么会给客户呢 提出一些个建议啊 或者说做移民的服务 那么再升级一点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 有移民局啊 有律师 有中介 有客户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律师啊 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含义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非常多的国家呢 从事中介业务 他必须是有有牌照的 啊 是要有牌照的 啊 所以呢 那么中国的中介呢 他不具备这个国家的牌照 那么他就必须找一个 有当地国家牌照的啊 不管你是律师也好 还是这个持牌的中介也好 合作啊 所以呢 这个律师呢 他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范围 那么就就出现了这这种关系 就是移民局啊 律师或者说持牌的 这个移民顾问啊 加上什么呢 国内的中介啊 又加上客户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项目方 他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 他是投资移民里面 才会有项目方这个概念 通常情况之下 当然有没有个别情况 也有个别情况 我们慢慢讲啊 那么投资移民里面 最常见的一种关系呢 就是移民局 然后呢 项目方加律师 然后呢 中介和客户啊 那么这是一个多方关系啊 这是一个多方关系 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呢 这个项目方和律师 他属于一个 单独的一个利益集团啊 单独的一个利益集团 那么律师呢 他是为了那么处理项目方收来的这个客户啊 他的这个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干这个用的 所以呢 律师是基于项目方存在 而不是基于客户存在的啊 这点呢 大家要搞清楚啊 要搞清楚 所以呢 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呢 有疑难杂症啊 有疑难杂症 那么基本上呢 都是这个律师来给他去做处理 那么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律师呢 是站在客户的角度上 不是的啊 他是为了把这个客户处理好 然后呢 能够让自己和项目方赚到钱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啊 投资移民的啊 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样子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一个国家啊 那么他不管是通过议会也好 还是通过这个行政命令也好 啊 那么他产生了这个啊 移民的项目啊 移民的项目 那么特别是什么呢 投资移民啊 特别是投资移民 那么比方说 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啊 你不管是捐款的也好 还是这个全额投资的 那么美国的EB5啊 那么新西兰的这个啊 投资移民 还有呢 这个你像是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啊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欧洲的买房子移民 买国债移民啊 英国的这个啊 这个投资移民等等等等 只要是涉及到跟大额的钱有关系了 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个项目方 就会出现一个项目方 啊 所以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制定政策 然后呢 把这个政策扔出来啊 这个呢 就是移民局 他们来做发包商 啊 国家之所以这制定这个政策 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 是为了吸引投资 搞活经济啊 这是国家的目的啊 这是国家的目的 那么其次的话呢 他这个事总得有人干吧 他发出这个包来 他总会有人干吧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 叫做项目方啊 项目方呢 就是总代理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呢 他有不同的定义 你比方说美国呢 他有这个EB5 那么EB5呢 他有分大概上千个项目 上千个项目 也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发包商 发出来有关EB5的政策之后 那么就会有非常多的项目方 去做他的总代理 但他的总代理并不是一个 而是很多个啊 每一个的这个EB5的项目 都是自己项目的总代理 然后呢 他会去找中介 做什么呢 做分销商 做分销商啊 所以呢 在投资移民的这个整个环节里面 就包括了发包商 总代理和分销商三个环节 啊三个环节 那么律师呢 通常是在项目方 这个环节里面存在的 啊 通常是项目方 这个环节存在的 OK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呃建设类的项目方啊 他基本上呢 就是开发商和承包商 开发商和承包商 那么建设类的有哪些呢 比方说美国的EB5项目 做什么这个呃 办公楼啊 做什么这个会议中心啊 做什么这个呃 加工厂啊啊 甚至是什么一些个旅游地产呢 啊等等的 这都属于这个开发商 或者是什么呢 承包商的一个范围 那么欧洲就不用说了啊 欧洲的买房子移民 那么基本上都是开发商和承包商 啊 开发商大家可以理解啊 就是买地皮建楼啊 建房子啊 那么他们呢 属于这种建设类项目方的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你已经盖好了啊 你已经盖好了 但是呢 你筹卖啊 你你特别筹怎么卖出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 这个公司啊 或者是有一个机构 把这个项目呢 整个给包下来啊 这就是承包商啊 这都是什么呢 就是建设类的项目啊 建设类的项目 那么欧洲的这个所有的啊 不管是什么塞浦路斯买房子啊 什么的都啊 都属于这种啊 什么希腊买房子啊 葡萄牙西班牙买房子都属于这种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建设类的项目方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金融类的项目方 那么金融类的项目方呢 我们理解起来的话呢 你比方说是这个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啊 他们的这个主体呢 就是银行和基金啊 银行和基金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啊 澳大利亚的 你比方说什么这个188A啊 或者说什么132啊 等等等等 那么他都属于银行和基金的类别啊 银行和基金的类别啊 当然了中间有没有那种混合类的呢 也有啊 我既是地产也是基金啊 它是两种混合的 嗯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个你比方说是这个叫啊 像是什么这个呃 保加利亚的这个投资买护照啊 它也属于这种基金的类型啊 或者说地产和基金混合的类型 那么包括这个呃 叫马尔他啊 马尔他这种呢 也属于这种基金的类型啊 或者说银行的类型啊 那你就更不用说什么呢 更不用说是像这个爱尔兰的啊 捐款类啊 捐款类呢 它都是要捐到什么基金的啊 捐到什么基金的 那但是这个基金呢 它不属于银行的性质啊 它不属于投资的性质 它属于一个公益性质啊 比方说什么儿童基金会啊 自闭症基金会啊 什么什么这种运动基金啊 那种运动基金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个呢是金融类啊 是金融类 那么有没有这种混合类的呢 是有的啊 混合类的是有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某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啊 它的要求可能比较多啊 我既要卖房子啊 又要投基金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有可能还要去干点别的什么啊 所以呢 就应运而生了一种什么呢 就是这种混合类的项目方啊 混合类的 既有地产啊 也有银行啊 也有基金啊 这种情况也存在 那么不是特别常见的项目方呢 还有一种雇主担保类的项目方啊 雇主担保类的项目方 也是存在的啊 呃 那么常见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你像是加拿大的雇主担保啊 或者说什么呢 这个你像德国的兰卡啊 他都属于这一类啊 他都属于这一类 那么雇主类的呢 他依赖的并不是大量的这种 这个啊 投资的金额啊 他也不依赖于什么呢 房地产 那么他依赖的是人力资源啊 是依赖的是人力资源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那么对方作为项目方 他有大量的公司 有大量的公司用人单位啊 用人单位 甚至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的视频提到过的 有很多假雇主啊 假雇主怎么来啊 都是靠人力资源找来的啊 都是靠人力资源找来的啊 所以呢 这些个项目方的这个类型啊 有很多啊 但是呢 基本上就分这么几类啊 基本上就分这么几类 那么你比方说一些个亲属类的呀 啊 这个夫妻啊 或者说什么呢 这个子女啊 等等等等的啊 这种投靠的不需要项目方 他不需要项目方 那么技术移民呢 大部分是不需要项目方的啊 他可能需要个中介 仅此而已啊 那么只有投资类的 雇主类的啊 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啊 这个角度呢 我们要建立联系的 那么中间呢 才会有项目方的存在啊 才会有项目方的存在 呃 那么归根结底的话呢 一句话 那么就是项目方等于有资源的人啊 不管是什么资源啊 不管是人类资源 房地产资源啊 金融类的资源啊 等等等等 那么项目方呢 他都是有资源的人啊 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项目方有很多 他是在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的高层 他是有什么呢 有关系的人 他是这样子的 OK 那么接着往下看啊 那么分工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啊 分工就比较简单 那么项目方呢 他主要是做支持的 他主要是做支持的 那么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项目啊 他中间呢 他要拿到这个项目啊 他要拿到这个项目 他这个项目呢 要获得政府的认可 获得移民局的认可 那么这是支持的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律支持 就是法律支持 那么第三方面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培训支持 就是培训支持 很多中介啊 对于一个新项目 他的了解的深度是不够深的 是不够深的 那么中介的 所有的这些个移民顾问 他如何来获得 关于某一个项目的知识呢 这些个知识从哪来呢 是从移民法上来吗 不是的啊 都是依赖项目方 给中介做培训 给中介做培训 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中介啊 那么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他遇到了一些个疑难杂症 啊 有些客户的 他有疑难杂症 那么他自己解答不了 那么就要向母方 来给他做问题的解答 啊 做问题解答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是这个支持的种类啊 支持的种类 那么还有一种支持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介谈客户 谈不下来啊 谈客户谈不下来 那么有可能呢 也会让项目方充当自己公司的工作人员 去跟客户洽谈啊 去跟客户洽谈啊 所以呢 就是当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在聊的时候 哎 你发现呢 啊 他们会有一些个号称是从外地回来的 什么项目经理啊 啊 或者说什么呢 长期驻外国的一些个什么这个代表啊 啊 来给你聊这个移民的事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这些个人通常都是项目方派来的 并不是这个公司啊 这个公司的这个常住人员啊 并不是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项目方和中介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中介主要是做什么呢 做市场啊 做宣传 楼客户啊 面谈啊 主要是做这个的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项目方和中介的这个分工啊 分工 他是怎么合作的啊 就是这么合作啊 呃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中介呢 负责收客户啊 中介呢 负责收客户 那么项目方呢 负责给中介付佣金啊 项目方呢 负责给中介付佣金 那么中介呢 拿到一个客户 就等于他付出劳动了嘛 啊 然后呢 项目方呢 要付给他佣金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两两者之间的这个叫啊 金钱往来的关系 当然了 中介也要收客户的中介费啊 所以呢 中介是两边收钱的 客户呢 你要付给他中介费 那么项目方呢 要付给他佣金啊 项目方要付给他佣金啊 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 这种情 这种 这个金钱的关系 只发生在投资移民的项目当中 和这个叫雇主类的啊 这个项目当中啊 那么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明确的啊 需要明确 呃 再之后呢 大家需要明白哈 就是移民的项目方 可以做中介 移民的项目方 是可以做中介的 为什么呢 2018年的11月8号 那么在中国境内呢 已经取消了这个 这个因私处境中介资格许可证啊 所以呢 任何人 任何公司都可以从事移民业务啊 你像什么 我爱我家呀 呃 什么这个Q房网啊 呃 很多这种做房地产的啊 都做起了这种叫 这个买房移民的业务啊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因私处境中介资格许可证 被取消了啊 所以呢 现在国内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方 什么戴尔斯克呀 什么这个那个呀 很多啊 他们都转型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一边做项目方 我也可以做中介 为什么呢 法律上允许他们做中介 啊 允许他们做中介 但是反过来就不见得是一样了啊 反过来就不见得是一样了 就是说移民中介不见得能做项目方 移民中介也不见得是项目方 那么在国内呢 有些个这个比较大的移民公司啊 他是有这个条件做项目方的啊 规模够大 有住外办事的能力 然后呢 有足够的钱操持或者是承包一个项目 啊 你比方说什么环球啊 桥外啊 等等等等啊 那么他们在实力够强的情况之下 什么这个 葡萄牙西班牙啊 希腊啊 卖房子的这种啊 那么他们直接去买一栋楼啊 直接买一栋楼啊 或者是承包一栋楼啊 然后呢 拿到国内的各家公司去销售啊 就做一个分销商的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呢 他们的源头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高层领导 那么他是有能力去做项目方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呃 这个他的关系 但是 在中国呢 就是上万家啊 上万家移民公司里面 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移民公司 不具备做项目方的能力啊 不具备做项目方的能力 那么他们只能是单纯的 就说是这个啊 比较少量的啊 比较少量的去这个分销啊 这个项目啊 所以呢 他们承包不了某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啊 所以呢 他们就做不了项目方啊 做不了项目方啊 所以呢 就是在整体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就是说一个水龙头啊 一个水龙头 有能力掐在这个水龙头的这个 这个开关上的啊 这个就是项目方啊 流出来的水啊 每一滴都是分销商啊 都是分销商啊 分销商是很少能做得了项目方的啊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呃 那么很多客户他可能会理解 哎 我是不是能够跨过移民公司啊 跨过移民中介 找到项目方呢 那么回答呢 是不是很肯定啊 不是很肯定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国内啊 他的这个移民中介的数量非常庞大啊 移民中介的数量非常庞大 那么移民中介呢 在市场宣传上的这个花费是非常高的 啊 你像大的移民公司呢 一年的这个市场宣传费用呢 都要上亿啊 都要上亿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你可能呢 花了很大力气 你找到的是移民中介 但是你不见得会找到项目方 为什么呢 因为项目方呢 虽然他能够在国内做这个中介的业务 但是呢 他更多的工作啊 80%的工作是对口中介的 啊 他是去中介那服务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拉一大票中介 拉一大票中介 做下架啊 项目方是上架 那么中介呢 就是下架啊 就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呢 客户呢 你大部分能找到的是中介啊 很少能找到项目方 很少啊 不是说没有啊 只是比较比例比较低啊 嗯 然后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那么包括项目方 包括律师 包括中介 那么大家都是要赚钱的 大家都是要赚钱的 啊 所以呢 你在一个做项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呦 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中介啊 他在做某一个项目的时候 他的这个中介费特别低 啊 甚至是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 当你咨询过三五家公司以后 你会发现 有些中介的要价 服务费的要价 越来越低 啊 你比方说 这个A中介要五万 那么B中介四万 那么C中介呢 可能就是三万 啊 那么在竞争激烈的时候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中介说 算了 我免费给你做 我免费给你做 可能吗 啊 他只是表演给你看的啊 只是表演给你看的 实际的情况就是 项目方律师和中介都是要收钱的 项目方律师和中介都是要收钱的 那么在这个金钱的这个关系当中呢 这个项目方也好 还是这个中介也好 他们是占最大头 特别是中介是要占最大头 啊 项目方呢 他基本上都属于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状态 他不是不赚钱 他也要赚钱 但是呢 因为他的项目多 啊 比方说卖房子 他房子多 啊 他考虑的呢 是这么多的房子卖出去之后的 这个收益 那么律师就更简单了 就是律师不需要负责这个找客户 他只需要处理这个文案上的这个问题 啊 所以呢 通常这个律师啊 是项目方找来的 啊 都是什么呢 打包赚钱的 打包算钱 就是说 我这一整个项目我都卖完了 你这律师费给我算多少 啊 通常都是这样子 那么也有一些个律师呢 是按个算钱的 啊 但是呢 项目方呢 他的房子够多 对吧 他的名门够多 啊 所以呢 这个律师呢 每一个客户要价并不高 几千块欧元 啊 几千块欧元 或者最多一万美金吧 啊 就这么一个标准 啊 但是呢 在实际的销售过程当中呢 这个啊 项目方 有可能要什么呢 啊 在这个合同里边呢 他们会写 叫做项目发行费 啊 项目发行费 啊 中介会说 那么这个项目发行费 是项目方要要的呀 对吧 啊 不是的啊 实际上这个项目发行费 百分之百都是给中介的 就是中介的佣金 但是呢 是以项目方的名义来收 然后呢 返还给中介啊 这个呢 就是中介的佣金了 那么如果说项目方并没有要很多钱 那就你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律师费很高 啊 律师费很高 什么五万欧元 啊 五万欧元律师费 啊 或者说五万美金的律师费 啊 实际上这都是忽悠你的啊 律师费并没有那么高 那么这个律师费呢 也是以律师的名义来收下 然后呢 返还给中介 啊 返还给中介 那中介呢 他面对客户 他一定要做好人 啊 他一定要做好人 所以呢 他就会说 啊 我中介费啊 呃 只有两万块人民币啊 啊 只有三万块人民币啊 啊 最多只有五万块人民币啊 对吧 就是这样子 啊 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呢 你在跟中介教育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哎 中介费有的谈 中介费有的谈 对不对 为什么有的谈呢 因为这不是他收钱的大头 啊 你就是收购五万人民币 他还不到一万美金呢 还不到一万美金呢 他顶多是他这个佣金当中的五六分之一 七八分之一 十分之一 顶多如此了 啊 所以说你跟他讲 你说免费给我做啊 中介也会答应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从律师费里面抠 从项目发行费里面抠 他都能抠出他的利润 啊 他都能抠出他的利润 啊 所以呢 大家需要明确啊 这个在一家中介公司当中呢 这个中介费 是拿来日常发工资 啊 拿来日常呢 给这个移民顾问发点佣金的 啊 这不是公司的利润 啊 这不是公司的利润 公司的利润呢 是项目的发行费啊 或者说从律师费抠出的那个部分 啊 那是几十万的这个钱啊 几十万的这个钱啊 上百万的都有啊 啊 那么我们之前呢 聊过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叫 这个这个像塞浦路斯啊 做这个两百万 对吧 买房子 拿护照 那么他的这个佣金呢 就高达四五十万欧元啊 四五十万欧元啊 所以呢 他中介费 他不赚你都没关系啊 不赚你都没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项目方啊 律师和中介的这个关系 总的来说吧 那么项目方呢 他就是一个叫做利益集团啊 利益集团啊 那么他当中呢 包含了国家利益 包含了这个公司利益啊 就是项目方的利益 甚至包含了律师利益 那么甚至呢 是包含了中介的利益 呃 那么他呢 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项目的总代理啊 总代理 那么国家发出的政策呢 他是需要去执行去做的啊 总总得有人去做啊 就这样子 就是说 你在某一个地方招商引资啊 你在某一个地方招商引资 那么有些人去把这个钱给招来了 那么你政府呢 也会给他适当的一些个什么 奖励啊 一些个奖励啊 或者说条件上的一些个优惠啊 条件上的一些个优惠 那么比方说 那么你像一些个金融类的啊 金融类的这个叫啊 项目方 那么他给国家呢 带来了 比方说是这个啊 25万啊 或者15万欧元的这么一个捐款 一个捐款啊 或者是什么呢 一个这个投资 那么国家呢 他就允许你拿这个钱的百分比多少啊 作为你自己的这个利润啊 作为你自己的这个利润啊 否则呢 你不能说呢 又让马这个跑又不让马吃草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说是这里面呢 就是啊 方方面面啊 他都涉及到一些个利益啊 涉及到一些利益啊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啊申请人啊 我们的这个客户呢 在做移民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跟他谈这个中介费啊 这个都意义不大啊 意义都不大 而且呢 人家是铁定要赚你的这个钱啊 铁定要赚你这个钱 不赚钱谁干呢 对吧啊 所以呢 就是啊 项目方啊 主要呢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呃 OK 那么我希望呢 我这期视频呢 已经回答了 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